凌晨兩點多 一行人大街狂奔 其中一名男子被眾人包圍推上車 雙方不斷推及拉扯 最終還是被強壓上車 新北市板橋10號凌晨 驚傳凶殺案 隨著魯人畫面接連曝光 祖賢也終於落網 推後悔嗎 是驚亂後悔 平頭加上整首刺青 無姓祖賢犯案後 沿路開車到苗栗躲藏 或許是知道逃不了了 中午自行到苗栗 頭份分局投案 沒有一點啦 開動喔 早在嫌犯落網前 無名共犯就全被警方逮捕 但他們全都避重就輕 不是說路過 就是聲稱沒動手 而祖賢落網後 則大方坦誠犯刑 聲稱是被害人 欠了他三萬元房租 才會將人壓到深坑山區毆打 跟警察陳述了筆錄 我覺得都太避重就輕了 完全跟案情 跟所有事情是完全沒有關聯的 甚至還有講說路過的 所以我覺得非常誇張 親友接貨惡號 都表示不敢置信 監管祖賢自行投案 被害人親友也堅信 背後肯定還有其他指使者 是不是真的為了萬元房租 打死人 警方持續釐清 三地新聞 顧原松油濤 新北市報導 頭帶香蕉頭套 熱情招呼客人 陳信死者生前 就是在南亞夜市 這處攤位 販賣香蕉煎餅 他平時都很有責任 然後工作態度也很認真 對 然後目前在我這邊工作為止 也從來沒有遲到過 對 要生活費 然後他有跟我說 他每個月也會拿消息費回去給家裡 死者老闆透露 十九歲的陳信年子 平時和女友以及一名員工 三個人合租在板橋一處公寓 每個月賺來的錢 除了應付自己生活開銷 還會固定把部分薪水 拿來支付母親的醫藥費 甚至上個月才和他提到 想要加盟攤位 賺錢養家 沒想到如今卻慘遭二煞痛毆 傷重不治 他完全沒有跟我借過錢 那我也沒聽過他有任何債務糾紛 甚至他工作到目前為止 也從來沒有預知過薪水 所以我認為他在錢的方面 不太會有什麼問題 不捨員工就這樣沒了性命 老闆也心疼的在IG 發現實動態悼念 陳信死者家屬和同居女友 在接獲消息後 第一時間也趕往醫院 兩人過去感情甜蜜 不時一起出遊拍影片放閃 沒想到這回只是出門買個宵夜 這一去卻再也沒有回來